梁志鴻 程海恩 與你邁步向前 人生馬拉松 星期六個早上 在八點鐘的新聞和天氣之後 我們開始了 兩個小時的人生馬拉松 在新城台經台的照片室 有程海恩 還有梁志鴻醫生 早安 梁醫生 早安 我是Karen 幾個禮拜前 我就很有幸 被邀請去PolyU 跟那班校友聊天 當然在聊天的時間 以我的年齡 當然提及到長者 而提及到長者的其中一件事 每個人都有興趣 就是退休 當然在座的校友 有些年輕人 每個人都說 退休好 不用做 不用做 早上七點起床 趕地鐵 可以自己喜歡起床 宵如自在 一天早上 想做我自己的事 做自己的事 但退休後 後來的人 又不是這樣想的 當然 退休頭一兩個星期 很開心的 不用上班 什麼都做得 但退休後 都去過了 什麼書都看了 就覺得真的很悶 悶到很多時候 英文名叫做 Frustrated 很不開心 更加,家人看到你每天坐在那裡,無所事事, 麻煩你回去做一些實質的事,好像沒什麼用, 那人就變成衰退下去,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沒有人需要我,社會也不要我,家人也不要我, 就一直燒沉下去,這樣是很糟的, 所以某種形成之下,我們任何方法去令長者繼續可以互弱些, 給他們有興趣去做,都是有用的,幫他們做的, 我想,今天我們嘉賓可能聽過,不過你太后生沒聽過, 以前中國人有一句,林老學滴打, 是很負面的,很負面的, 滴打吹滴打, 那時候滴打老,不是現在的Sexaphone, 即是中國的Sexaphone, 其實某種類型是負面的, 你這麼老,還要學什麼,我們做什麼, 但是發覺現在是有用的, 因為如果刺激到一群長者,去學一些音樂, 甚至乎以前學過的,以前做過的, 不過因為幾十年來,沒有機會再接觸, 因為要謀生,沒有玩,現在去玩, 或者有些完全沒有玩過的, 給他們一個自信心,還有一種好處, 去吹滴打,不是自己吹的, 是一個團隊的, 所以有一個團隊的精神, 有些所謂英文叫做comership, 有些團隊的精神, 對他們是好事來的, 今天,我幸好, 請到一個叫做, 信義男爵團的樂隊, 音樂上來和我們聊天, 是一個團隊來的, 他們呢, 就是專門培訓, 那些獎金之後,他們叫男士, 因為, 退休, 男士是, 男爵, 退休, 男士是, 辛苦一點的, 女士沒什麼所謂, 只要逛街買東西, 當然不是, 做家務, 今天請到他們, 他們專門培訓一群, 比較上年紀的人士, 去玩音樂, 還想去表演, 令他們自己有信心, 今天上來呢, 除了他們的經理, 廖家鎮先生, 還有一個團員, 這個團員是, 玩French Horn的, 或者大家都知道French Horn, 很大塊的, 拿都拿不起的, 一會兒我們和你聊天, 是什麽, 多謝你們兩位, 上來和我們聊天, 連家鎮, 連先生, 連經理, 那個概念是怎麽來的呢, 介紹一下你的男爵樂團, 男爵樂團, 早晨, 早晨, 其實我們男爵樂團, 主要我們在2011年成立, 即是現在都七年了, 都七年了, 我們接下來都第七屆, 其實我們主要, 你會見到很奇怪, 為什麽全都男士, 其實是因為, 這叫男爵, 為什麽就是男爵, 因為我們見到, 上了年多的男士, 接下來就面對退休了, 其實他們會有很多社交的問題, 因為他們, 多數他們的朋友圈子, 都建基於職場那裏, 相對以前的女士, 很多都是女士在家裏面, 很少, 不是說沒有工作, 但是, 多數都是男士, 會做主導, 做事多些少的, 變成女士可以在家裏, 可能有其他事情去玩, 認識很多朋友, 但男士反而, 你一退休, 或者就快退休之前, 其實你會面對很多社交的問題, 離開了職場, 離開了那班人, 亦都沒有工作, 所以我們就覺得, 可能用音樂, 都是其中一個媒介, 可以令到他們, 枯在一起, 認識一班新的朋友, 建立第二的人生, 這一個其實是我們的, 最主要的成立男助, 目的來的, 但是說就說成立了, 那不等於, 喂, 那我, 梁志雄先生知道你成立了很久, 他又不參加, 我也想參加, 不過, 你講的, 要對音樂, 不知唱, 那些樂器的演奏, 有要求的嘛, 我想他們的概念很好, 其實是一班, 退休了的, 或者將來退休的, 男士, 令到他們有些新的活力, 可以繼續去享受, 人生馬拉松, 其實這就是你的概念, 那他們選音樂, 那為什麼會選音樂呢? 其實, 最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是, 你可以帶他們一起去跑步, 其實我們本會, 就是我們信義藍作團, 其實都是under信義會的, 其實信義會, 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都是給一些, 退休前後的朋友, 我們叫金陵人士, 金陵人士, 由五十歲, 到六十五歲, 這一班這樣的朋友, 因為這班朋友, 最少被關注, 我英文叫Golden Age, 是Golden Age的朋友, 我過了, 所以他不侵我, 那也不是的, 你是超靈, 不是金陵, 其實就是因為, 看到這班Golden Age的朋友, 少些關注, 所以我們就覺得, 用不同的活動, 都可以令到他們, 跟他們在一起, 認識到新的朋友, 所以音樂其中一個活動, 我們在信義會會會搞, 其實有很多活動, 譬如有些長跑, 有些單車, 我們都會做的, 都是給一些, 金陵人士, 金陵人士, 但是玩音樂這班, 你覺得跟其他參加,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你們有這麼多的活動, 都是給一些金陵, 那音樂和其他活動, 有什麼很不同的地方呢? 你覺得, 音樂相對, 其實要一個discipline, 會比較嚴謹一些, 因為你如果要一個樂隊的話, 其實你一定要不停地排練, 然後做一個好的表演, 我們經常都有一個感覺, 坊間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但是我們希望做到的就是,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 比較優質一點的服務, 譬如, 我們會說, 上一年多去玩一些活動的時候, 是不是就代表, 他不可以玩得很好呢? 其實我們不覺得是這樣的, 我們覺得, 你可以當是一個interest, 但是你也可以將他玩得很好, 其實這件事, 我們信義藍著樂團, 其實都希望做到, 你在我們這裡學音樂, 我們這裡可以學到一些正統的音樂, 就算將來在這裡玩, 自己可以跟其他朋友組隊一起玩, 你都可以學到一些正確的東西, 還有我們也會提供很多機會, 給一些同學, 可以去不同的地方表演, 這是我最想做的。 我要問你這兩個東西, 蓮先生, 當然, 你說, 玩開音樂的, 你叫他參加, 尤其是有一個團隊一起做, 他很開心的, 平時在家裡自己吹一下, 自己拉小提琴, 現在有整隊, 跟他陪伴, 一定很開心, 有些人是完全未玩過的, 你怎麼吸引到他們參加, 令到一個團隊呢? 擁到之後, 他都有問題, 他都覺得自己格格不相入, 你們都會吹得這麼漂亮, 我吹不到音出來, 這個也是問題來的, 你是不是講你自己的問題? 我就是, 我擔心這件事, 所以我不敢參加, 我把你的心底話說出來, 不好意思, 其實主要, 我們很歡迎一些, 未學過任何學的朋友, 因為我們除了一個樂隊, 我們也有分班, 有些學樂器的班, 由零開始學, 我們大概有七成的學生, 都是由零開始學的, 所以就真的, 零教你怎麼看譜, 怎麼按鈕, 怎麼吹響樂器, 另外, 其實我們還有三成的朋友, 可能以前在外面學過, 或者50年前, 在一個管樂隊裡吹過, 都有這樣的朋友, 但我想了解多一點, 剛才你說的, 一些完全沒有學過的朋友, 但你說的音樂, 或者樂器, 我不知道你是完全是西樂, 還是中樂, 有很多種的, 究竟你這個所謂的藍雀團, 下面的班, 是怎麼分的呢? 好像一班裡面, 突然間出現, 梁志雄醫生說, 要學小提琴, 我也是小提琴, 已經很厲害了, 那怎麼辦呢? 一班, 他這個完全會, 你慢慢, 你慢慢, 拼在那邊, 延緩了整班的進度, 妹妹, 對了, 你們的課程是怎樣的? 我們通常, 首先, 我們是做管樂多的, 吹管樂器的, 你就看不到小提琴, 管樂隊, 中樂我們都沒有的, 然後你就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只是管樂呢? 為什麼不小提琴呢? 其實我們發現到, 其實管樂是相對容易學一些, 上了年紀的人都是, 因為你言樂其實需要一個, 即是你言樂, 你按歪了一點, 你就不適合音樂, 其實相對是… 管樂就是靠, 是不是吹, 最主要是吹, 我們經常都說, 很像啊, 我們經常都說笑話, 譬如, 別人的小朋友, 五歲六歲已經玩到管樂, 然後你們, 譬如大了年紀的朋友說, 吹武器吹, 其實應該不會的, 這個情況, 五、六歲的人都吹到, 沒有理由, 而且反路患童, 所以小朋友玩到的, 老人家都一樣可以的, 我們休息一會兒再談, 好, 吹的音樂, 梁智雄, 程凱欣, 人生馬拉松, 無懼挑戰, 勇往直前, 梁智雄, 程凱欣, 出力打氣, 人生馬拉松, 好了, 休息回來, 繼續星期六早上的, 人生馬拉松, 新城財經台的直播室, 除了有程凱欣之外, 還有梁智雄醫生, 今天我們有兩個嘉賓, 因為來自男爵樂團的經理, 梁智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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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團員之一, 阿Louie, 還沒有跟阿Louie聊天, 剛才我們聽到的概念, 我覺得很好, 第一是音樂團隊, 音樂是有一個團隊的, 還有音樂是需要很守規矩的, 你不可以說我今天不來, 就變少了過去, 或者我遲些到, 又搞不好, 所以一個好的團隊, 一個好規律, 一個好的團隊, 可以讓長者回來的時間, 不僅僅自己有興趣, 多了社交圈子, 以前認識三個人, 現在認識三百個人, 這對他們是一個好事, 還有剛才阿蓮經理也說, 原來吹那些音樂器, 是比較容易玩的, 容易玩過小提琴的, 彈琴更加難, 好, 要問一下阿Louie先生, 你參加了多久阿Louie先生? 各位早晨, 我參加了藍爵樂團是六個月, 哦,六個月而已, 那你是由零開始, 你是大師傅來的, 如果說吹銅管樂器, 我是零開始的, 是零開始的, 為何你有吸引到這樣的興趣呢?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希望, 有機會吹銅管樂器, 對法國號, 我特別有興趣,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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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問一下阿Louie, 我剛才聽你說, 你學了幾個月而已, 是的, 但你的樣子好像很資深, 在這個樂團, 我剛才還以為你是團長, 人不可以貌相, 當然, 這是我的弊病, 我經常都是以貌取人, 這是我的問題, 但我又不知道這個是你自己, 譬如今次我們說, 找你們做訪問, 通常我們都找一些, 經理, 我們通常都找一些很資深的, 但這位學員呢? 你帶一個新手來, 這個很厲害, 他是進步神出的原因, 一定有些原因, 你才會帶這個團長, 你不帶一個已經是大師傅來, 帶一個六個月的學徒來呢? 他很厲害, 其實他吹得很好, 他六個月其實已經很有成績, 還有, Louis他也很見譚, 所以我們都想找他過來, 聊聊天, 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學習音樂的經歷, 那你快點跟我們分享一下, 去學習音樂的經歷, 那你快點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六個月的, 你很清楚了, 自小, 你還是喜歡去學一些, 有個夢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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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職場做得辛苦, 未必有機會去學這件事, 你認不認識你以前做哪一行的? Louis, 我以前是在multi-national的computer field 做logistic procurement,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兩回事, 是這麼忙嗎? 忙到這樣嗎? 真的很忙, 壓力又很大, 忙到在公余的時間都不能抽出, 因為這是你的dream, 這樣, 因為我在幾十年裡, 其實我也有繼續玩音樂, 不過我不是玩french horn, 你唱的, 我是唱和彈結他, 我聽你的聲音都知道你唱的, 你應該是那些, Carry on till tomorrow的朋友, 那他有一樣很清楚, 他一定有些音樂細胞, 我是辛苦, 我沒有音樂細胞, 所以學不到french horn, 你唱的, 我聽過你唱的, 你唱精吻大器, 我聽過你, 好了, 那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沒錯, 那就整個生命了, 後面, 以前, 嘩, 深思思想找french horn, 現在直接給你一支french horn, 那這六個月來, 有沒有什麼起起落落,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有沒有吹得差不多, 覺得, 唉, 不行啊, 不玩啊, 有沒有這些心情的事呢? 你說give up的心情,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因為我本身是很正面的, 當我如果, 我開手擁有了一個行動, 而對於我夢想, 一步一步的去, 我是絕對不會give up的,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人生的哲學, 有一個矜持,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而在學習的期間, 其實是遇到很多困難, 是, 因為french horn, 那個mouse piece, 即嘴, 嘴, 很小, 嘴的位置, 很小, 你稍微在嘴上, 稍微有一點變動, 音已經不同了, 嗯, 其實是, 在吹樂器來說, 是相當難的, 嗯, 我就每天, keep住, 最少兩個小時, 一定要練, 是, 練到嘴又腫了, 又麻痺, 又損了, 但我覺得, 這個是值得的, 嗯, 因為我是, 希望能夠, 從正統這樣去入門, 而能夠再參加到團隊, 所以, 樂團其實是我的永恆, 嗯,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怎樣知道, 雖然他們本身這個, 信義組織, 都有很多不同的服務, 但是, 你怎樣知道, 他們有這個樂團, 南約樂團,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吹的管樂, 或者音樂, 你喜歡, 你想玩一些樂器, 你剛才說, 你以前彈吉他, 蔡文哥那些, 那你又, 那你又, 為何會這麼obsessed, 被這件事, 迷著了你呢, 即有很多, 其他的樂器, 那首先, 回應第一個問題, 怎樣知道這個團體, 第一個問題, 就, 很艱苦的, 是, 那我在, 上網, 我查了, 查了, 大概都好幾個月時間, 我都找不到, 但是, 突然間, 在Facebook, 突然間出現了, 藍雀樂團, 還要五十歲以上, 才有資格參加, 即是, 可能是你的朋友, 某一些朋友的群組, 可能他, 不知道怎樣傳給我, like了這個page, 或者其他之類, 這些是緣份來的, 即是, 即是, 即是證明, 這些是證明, 社交媒體是有用的, 即是, 機會永遠都有的, 你拿不到的機會, 即是, 你真的猜不到突然間出現, 看你會不會把握得到, 那你見到Facebook了, 接著呢? 那我就, 立刻想都不想, 打電話給蓮先生, 已經是他做經理了, 是啊, 你最近幾個月而已, 然後呢? 那我也怕自己沒有資格, 那我就參加了他一個, 有沒有audition?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他和很多學員, 已經是學了, 或者在團裏面的同學, 他們很詳細地介紹給我們知道, 而且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正正式式, 看譜, 看五線譜的, 不是說看其他, 這個不同的方面, 你以前已經彈到結他, 有底了, 結他只是看cord的, 看cord的, 很簡單的, 持續到明天, 四個cord已經完成了, 很容易彈的, 正統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可能受到我家人的影響, 因為我兩個孩子, 一個是學小麗琴的, 他現在兼職也有教的, 另一個是學鋼琴的, 他們都能夠看五線譜, 為什麼我不行呢? 偉大一定提到, Lowie, 我聽你講, 雖然現在剛剛過母親節, 下個月才到父親節, 但我覺得這個父親超偉大, 其實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你的兒子全部已經做了, 一個小大琴, 一個彈鋼琴,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幸福, 反而你很大犧牲我, 我等了三十年後差不多, 因為小朋友多幸福, 由小他們可以接觸到音樂, 你就要等到退休之後, 有時間才可以做到,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開心之餘, 例如回應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你喜歡這種樂器呢? 法國小號, 法國小號其實是一種, 他出來的聲音是很舒服, 你怎樣形容這種聲音? 很高貴, 又舒服又高貴, 因為他比較接近人的聲音, 或者是反過來說, 那些狼的聲音, 狼的聲音, 很好聽, 狼是晚上的時候, 他模仿人, 很有趣的, 而為什麼你不吹Sex Phone呢? Sex Phone好像很有型的, 但我覺得三種來說, 其實Sex Phone我試過吹, 是很久以前, 但我覺得音不夠看靚, 因為我哥哥其實也是吹Sex Phone的, 你真的整個DNA, 一定有很多音樂細細的因子, 是啊, 沒錯, 但我又想問一下, 連經理, 例如剛才我們這樣說, 類似Louie的一位長者, 或者我們叫金陵, 他approach你們的時候, 我想很多不同的時間, 如果你們收到很多電話, 或者查詢的, 那你們會怎樣去, 除了說年紀五十歲以上, 那你跟著有什麼要經過的步驟, 你都不是所有人, 你都accept, 有些人可能你看到他的樣子, 可能未必會, 都不知道是不是的, 這個人報下, 那個人報下, 有些人報很多課程的, 你怎樣去篩選? 我們先聽聽新聞, 我相信他會告訴你, 我好像Donald Trump那樣說, You are fire! 嘩, 不是我, 可能你去的時候就會, 聽新聞回來再繼續, 人生曼蟹床 近年肝眼症成為了都市的常見疾病, 因為不少現代人工作的時間, 要注視這個電腦螢幕, 收工亦不停使用智能手機, 令到眼睛過路, 但原來除了因為以上的成因之外, 飲食方面都大大有原因, 有醫生表示, 如果過量去進食一些新辣濃味的食物, 又或者長時間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例如喝咖啡, 令到眼睛都會受到同樣的刺激, 醫生表示, 除了減少對著電子的屏幕之外, 也可以選擇去吃一些比較清淡, 而且富有營養的食品, 例如有坊間經常提及的狗杞子, 又或者是白曲花, 這兩種食材都能夠保肝神, 而且有明目的功效, 但若有偏性, 如果沒有根據自己的體質, 去食用這些藥材的話, 有可能會令到病情加重, 所以如果想大家對於藥腺食療有任何問題, 最好都是諮詢一下註冊的中醫師就比較好, 梁志雄, 程海恩, 與你邁步向前, 人生馬拉松, 聽完答應的新聞和天理之後, 我們繼續, 星期六早上的人生馬拉松, 早安, 醫員有程海恩, 有梁志雄醫生, 還有我們今天兩位人生馬拉松的嘉賓, 都是來自藍爵樂團, 有經理, 梁家俊先生, 早安啊梁先生, 早安啊梁先生, 其實梁先生是最年輕的, 一個年輕人, 做了經理, 還有可以說是帶領一班金靈的人士去發展, 行不行的, 你這樣, 他們聽不聽你說的, 阿Louie, 你見到這個經理, 你怎樣啊? 這個年輕人, 我猜是二十多三十歲, 我猜你, 真的二十多歲, 那你自己音樂應該是很棒的了, 應該是, 其實我的音樂背景是在樂隊裡面來的, 我是在中學的樂隊開始學音樂的, 其實, 我們其實音樂的行業分好一種, 我們玩得很厲害很厲害的, 就去做表演家, 或者做教學, 那我們會從事音樂行業, 那譬如我們這一種就是一些, 藝術行政的工作, 我們是藝術行政的工作, 其實是藝術行政的工作, 那我剛才說過的問題, 待會阿Louie會說一下, 那就是說, 剛才是Karen問的, 很多人申請的, 有些是真的申請, 有些只是撞一下而已, 你怎樣篩選這些人入你的班呢? 好, 首先說了, 我們有分班和樂隊, 其實以個班來說, 其實大部份我們都會收的,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很客觀的標準, 譬如我們會有一個小小的interview, interview會看什麼呢? 可能會看你的牙齒, 看牙齒? 因為你玩吹奏的樂器, 如果你的牙齒不齊的, 可能是梳的, 又漏風的, 真的嗎? 可以選嗎? 除非它會掉, 其實基本上沒有問題, 最主要看它有沒有洞, 會不會漏風? 如果你有一個洞, 或者譬如, 我可以的, 譬如有些同管樂器, 因為吹嘴要放在嘴上, 其實它有機會, 如果你的牙齒不齊的時候, 可能你會頂住那個位置, 會流氣, 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即是面試第一樣, 就是看牙齒? 還有看手指, 看手指, 譬如有些朋友, 可能會有些關節, 可能會動不了, 或是痛的, 有些樂器, 你的手指要彎一點點, 才按不到的時候, 你就可能玩不到那些樂器, 我們會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 去看一看, 之後再看看你吹得好不好, 即是有些可能是吹不到的, 或者我們會建議, 可能你打敲擊, 如果是這樣, 或者年紀真的很大很大, 我們都不建議去玩, 我怕他們可能會有些問題, 即是會害怕的, 所以我們會很客觀去看到, 你適合玩什麼樂器, 當然我跟你說, 你適合玩這個樂器, 不代表你一定要玩這個, 因為那個決定權一定要在你自己身上, 因為我們不是幫你去選樂器, 我們只是建議你玩什麼樂器, 那班就是這樣一個程序, 最主要就是看牙齒, 手指, 還有可能他的身體年紀, 各樣東西, 幫他去建議一種樂器, 那這就是那些課程, 但剛才你說的, 另外有一個叫做樂團呢? 如果樂團這樣, 我們就有樂團的, 其實大部份都是在那個班上, 學了一段時間, 然後選擇出來呢? 其實某程度上也是, 樂園就被選擇入團了, 很快已經, 我今天先去一起入團, 哦, 今天才叫的, 恭喜你, 剛剛升了, 那這個是用什麼的, 準則, 準則, 來說, 你可以入團了? 那我們會有一些考核, 譬如有些, 我們叫做陰階的考核, 我們有些, 譬如有些自選曲, 你要去吹奏, 可能一分鐘, 之後我們會有一些, 叫做site reading, 就是讀樂譜的一個能力的測試, 如果你都已經通過了, 我們就可以邀請你入團, 如果你說, 都不行的, 可能就要再泡幾年, 回到班上學習, 剛才就說, 我們可以選足, 在自己的班上, 但其實我們都會歡迎外面的人, 如果你有興趣, 你想投考的, 你也可以過來考, 嗯, 那基本上, 現在你本身的藍著樂團, 有多少人? 大概35、6人, 35、6人, 如果就是計樂團, 即是那個Orgustle, 是的, 我們接下來, 都會分成中團和高團, 兩個團, 可以令到一些, 可能程度沒有那麼高的朋友, 他們可能先進入中團, 之後,如果上到一定程度, 可以進入高團, 那你的音樂班, 有多少個學童呢? 學生, 學生, 沒有學童, 對你來說, 他們是學童, 是學童, 大概150人左右, 那我想, 加上各樂隊, 都會有180, 或者200, 我想我們接下來, 因為我們接下來, 都會招新的, 那我想我們接下來這一屆, 都會去到200人, 這些就是很正面的看法, 那有沒有一些是中途, 真的, 學學一下走了, 或者你不讓他們學, 或者什麼東西, 而有什麼出入, 這些東西的, 難關就一定有, 有沒有這樣的, 不開心的例子, 通常呢, 你會見到有一些朋友, 可能真的會中途, 學學一下, 會不玩, 那樣的, 有幾個原因, 身體不好, 我都說了, 身體不好, 或者他可能覺得, 我真的跟不上, 那, 這些情況會有機會的, 但是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一件事就是, 我們其實學樂器, 某程度上, 都是要拿時間出來的, 那如果你拿到時間, 又肯上課, 其實基本上, 就不會說真的學不到的, 但是只是, 如果真的拿不到時間, 可能工作學真的很忙, 有些, 因為有些, 還未退休, 還在職場工作, 所以, 有些可能是學了, 但是回到家都沒有練習, 那他每次回來, 他可能會, 跟不上, 跟不上, 就會很困難, 困難後, 就會有機會離開, 會有這些情況, 不過, 我覺得很多, 無論是退休, 還是未退休的, 你剛才所說的, 叫金靈人社, 或者你的團員也好, 學員也好, 其實每一個, 去上這堂的時候, 是否各自各, 都有些不同的原因, 當然好像, Lowie, 是其中一個, 他以前, 從小到大, 都已經有過一個夢想, 不過沒有時間, 或者當時, 騰不出一些空間, 去做這件事, 現在可以了, 但我覺得, 是不是有些, 其實純粹是Q-time, 就是有很多, 絕對有, 對, 有很多林林種種的人, 我們常常說, 我們有200人, 我們有200個故事在後面, 但是可以綜合了幾個, 主要是, 完了儀式的夢想, 嗯, 就是Lowie這種一種, 有些就是, 其實大多數的, 大部分都是, 有些可能有些原因, 譬如有些可能, 老婆過了生, 她老婆之前很想去催, 所以最後她就去學, 完成人家的夢想, 有這些不同, 有些故事在後面, 是, 我想問Lowie, 你參加了之後, 剛才我們一直說的, 你在不同的位置, 都有一些很特別的, 反應, 反應, 是, 我第一樣想問, 當你最開始, 剛才你在之前說, 接觸到經理, 是, 第一個印象是怎樣呢? 見到經理的時候, 除了她, 搞錯, 這麼年輕的, 這個團, 可以嗎? 有沒有這些? 其實我跟你們的想法, 剛剛相反了, 我覺得, 越年輕, 能夠上到這個位, 應該值得鼓勵和鼓勵, 好厲害, 這個是真的, 如果不是, 我們會倒退, 沒錯, 你真的有一個正能量的角度, 很正能量, 我全部都是正能量, 不是你怎麼會坐在這裏, 其實我們背後經過篩選的, 還有, 這是第一個印象, 對年輕人, 其實你很開心, 這麼年輕, 已經做到一種重要的崗位, 所以我, 對於自己的要求, 我要跟他們看齊, 最有空就會看齊, 再加上, 我們的導師, 都是這麼年輕, 他是在讀碩士, 音樂碩士, 他這麼年輕, 都可以做到,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呢, 我們這麼多經驗, 這麼多經歷, 所以你就更加努力, 沒錯, 努力就要實行, 有夢想, 沒有行動, 就等於零, 所以, 你短短, 我們在這裏聊天, 在幾個月期間, 你由一個學員, 變成一個團員, 由零開始, 酸不酸, 算是你們對中, 比較飆青的進度, 其實也算是, 所以你也是, 用你的行動, 證明到其實, 無所謂的, 無論什麼年紀, 只要你肯, 對, 很努力就行了, 但剛才我又好奇, 你說你吹那個, 那個叫做法國的好, 要很細, 那個嘴很細, 那個嘴比較細, 那你現在, 你說你每天很努力去練, 那你怎樣練到, 即是, 就到那個嘴型呢? 嘴型呢, 就是天生的, 因為我嘴唇有薄, 是對的, 你也可以, 那就是對的, 我口頭, 我口頭, 有些低音的同本樂器, 或者嘴唇薄, 可以靈活性大一點, 是嗎? 那你才可以, 跟Mouse piece, 可以吻合到, 而吹出來的聲音, 就是對的聲音, 否則的話, 吹的時候, 就會很辛苦, 很辛苦的, 那你覺得, 加入了這個團之後, 除了是叫做以前的夢想, 達到了之後, 還有什麼, 是你沒有想過, 但是又, 咦? 原來是自己有些改變了, 或者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講這個, 梁志雄, 程海恩, 人生馬拉松, 無懼挑戰, 勇往直前, 梁志雄, 程海恩, 出力打氣, 人生馬拉松, 解釋回來, 我們繼續星期六早上的, 人生馬拉松, 除了有程海恩, 梁志雄醫生之外, 還有我們今早有兩位朋友, 在直播室內, 都是來自信義, 他有一個樂團, 叫做藍著樂團, 有樂團的經理, 就是蓮家俊先生, 一位年輕人, 還有一位, 進度特飛猛俊, 一位金靈人士, 其實他一點都不金靈, 我感覺是, 我們現在說中年來的, 就是Louie, 加入了團幾個月的時間, 就由一個小小的學員, 沒接觸過的, 參加樂隊, 可以去表演的了, 剛才休息前, 我真的想知道, 其實你參加了之後, 對你來說, 除了以前夢想實現之外, 還有什麼得著呢, 無論你的觀察, 或者你的感受, 其實得著是很多的, 首先說對於家庭, 第一, 就是會令到每一個家庭成員, 覺得你仍然很有價值, 還有很有奮動心, 這個就是, 我們也有開手的時候, 對, 沒錯, 自己營養的, 自己在增值, 沒有用, 因為退休的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是整體上, 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是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那我勸他, 你學一樣, 你自己最喜歡的東西, 畫畫也好, 寫字也好, 其實是好的, 起碼是好的, 有這樣的寄託, 第二方面, 就是, 將我自己以前, 曾經在一隊樂隊裡面的功能, 可以用出來, 因為不只是你自己演奏, 你要跟其他樂園一起, 合作, 形成一個harmonic, 一個和諧的表演, 這樣才可以, 如果不是, 你就會, 我們講正面, 我們不講負面, 因為我們很正面, 你跟其他的隊員, 會產生一種很微妙, 音樂就是這麼微妙, 就是一種關係, 同時是互相鼓勵, 我又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 大家都對音樂有興趣, 所以其實, 再加上, 在我生活上, 每天生活, 我用的時間都幾多, 在音樂上, 變成我不會無聊, 不會成是我的家人, 所以家庭很和諧, 沒錯, 這個都是, 很多時候, 我們是, 面對一些, 老有幾, 他們退下來, 即是沒有做全面的工作, 出現的很多問題就是, 可能跟兩夫婦之間, 或者子女之間, 太多時間了, 還有, 當你沒有什麼寄託的時候, 你想很多事情, 最麻煩的人就是, 最負面的想出來, 這個一定是, 兩個人相處, 一定是磨擦的, 兩個人相處, 一定有些思想, 或者有些事情, 是不一起合作的, 如果你越接觸得多, 那些事情就會更加多, 如果做得少, 就沒有那麼多, 可以了解化, 和剛才你說的, 那些事情絕對是對的, 其實我看, Lui, 真真正正是, 其實, 他有一個, 恒心, 去學一件事, 是完成他的夢想, 是達到的, 其實這個, 不僅僅是說給我們, 現時的, 金靈日時聽, 年輕人都是, 如果你有恒心, 去做一件事, 遲早一定會去到那裡, 我問一下, 經理, 喂, 阿蓮先生, 有沒有些例子, 一個, 金靈人士也好, 或者過了金靈人士也好, 來到的時間, 他是很沮喪, 很疲憂, 很低沉, 那經過你們這個, 這個藍著的團隊之後, 是將他帶起, 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之前都有一個是, 他是, 之前說有一個是, 他太太過世了, 他太太過世了, 很低沉, 那過來學完音樂之後, 就會變得更好, 看到他變得更好, 而且, 他慢慢是, 真的喜歡了音樂, 看到他, 但是, 剛才你說, 畢竟這個樂團, 去到一個比較, 剛才你也說的, 高一點的水平, 要幫他們, 找多一些表演的機會, 我覺得兩樣東西, 當然, 從他們來說, 你有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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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樣東西, 第一, 如果他只是這樣自己, 你叫一個樂團, 你也要找機會幫他做一些, 可能是義務的表演, 義務的表演, 就是義務, 那些人的要求當然沒那麼高, 但我知道你們, 其實不只是做義務的表演, 做一些, 我們現在叫商演, 真的有回報的, 可能有錢的, 回報會比較多, 那這些都是你們, 幫他們找一些工作機會, 還是團員自己也有渠道? 我們先說一下表演, 你們猜一下, 我們藍作團一年有多少場表演? 我記得以前我了解過, 也有很多的, 不過我不知道經過那麼多年之後, 我們現在大概有一年五十場表演, 大大小小的影片都有, 五十場, 五十場左右, 是什麼場合表演? 比較小的表演, 可能是幾個人的, 我們去老人中心, 去醫院, 那些是義務的, 那些是義務的, 有一些就是, 譬如我們有些賣票的表演, 即是在文娛中心那類型, 我們也有去過, 西灣河, 牛池灣, 我們也有去過, 還有一些表演, 我們是出國表演, 出國也有? 其實我們接下來, 八月我們也會去印尼做表演, 這樣就參加當地的音樂節, 跟我們香港另一隊樂隊合作, 是香港的流行樂隊嗎? 不不不不, 另外一些義工那些, 我以為那些什麼, C All Star, 什麼Dear Jane, 不不不不, 叫做香港管樂合奏團, 我們會跟他們一起合作, 一個聯合樂隊, 然後我們會去印尼, 去參加一個表演, 一個音樂節, 還有會去當地一間大學, 他們校慶五十周年, 找我們來做表演, 譬如我們去年, 我們也去了新加坡, 民來和馬來西亞, 去做巡迴表演, 新加坡的國家藝術理事會, 其實也是邀請我們去, 給我們一些資助, 我們之前也有台灣的嘉義館樂節, 所以其實我們的表演很精彩, 你跟著今年, 你的生活多姿多彩, 所以就變成, 你說商演的, 我們也真的有, 去文化中心裡賣票, 這類型的表演, 我們也會有, 但譬如有些票房收益, 我們也會放回我們樂隊的運動, 其實這些表演, 除了像外國那些, 除了藝術交流, 或者音樂上高的互相切磋之外, 其實背後會不會還有另外一些意思呢? 有的,其實我們很想告訴外面的人聽, 香港我們是一隊信義藍作樂團, 我們是真的幫一班上了年紀的朋友, 去做一個樂隊出來, 用音樂去維繫這班人, 我們也不是玩得特別, 不是不好的, 我們也可以玩得好的音樂, 所以我們也很想把這個模式帶給外國, 告訴別人聽, 其實你們也做到的, 我們作為一個模特兒, 告訴別人聽, 但是你們由剛才最初說, 2011年到現在, 不經不覺七年左右, 在當中, 好像你說的, 只是去年都50場表演, 有沒有感染到其他人呢? 或者有沒有去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或是印尼, 或是新加坡, 甚至其他長者去做這些事情, 或者其他地方, 他們有沒有一些特別, 在音樂上高又會inspire, 我們是說交流, 是互相的, 那個互動在哪裏呢? 有沒有這些事情? 有的, 其實我們都, 因為去到不同的地方, 我們認識了不同的人, 他們也都覺得很, 讓我們啟發到的, 他們直接說, 譬如去完台灣表演之後, 台灣那邊的人, 每一年管樂節都還會說, 喂, 曾經有一隊這樣的樂隊, 他們全都是上了年紀的朋友, 但都玩得OK的水平, 他們也曾經說過, 想邀請我們過去再做表演, 或者做一些聯合的表演, 其實他們都看到, 他們直接說, 你們原來這個年紀, 都玩到這個水平的高, 如果你再來一次, 我們的地方去表演的話, 會嚇到我們的人, 他們會這樣, 其實他們覺得很鼓勵, 他們的說話給我們很鼓勵, 不知道很多年前, 我記得和你們聊天的時候, 都有說, 男雀團好像有些人側向一邊, 你想他們做一個女雀團, 是啊, 不知道女什麼團, 女兵團, 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一些, 或者, 你們本身的會, 不只是招呼男士, 對, 男女你們都是服務對象, 那女士說, 其實我們都很喜歡唱歌, 或者有不同的樂器, 我覺得應該這樣, 你們現在的男士, 要是管的, 另一個應該是賢, 哇, 這樣就很精彩了, 我總覺得, 這些琴宿和鞋應該要是一邊, 應該是兩樣一起的, 不就是很精彩, 有沒有這些計劃的, 你們倆互相互看? 是什麼意思? 一個微笑, 我們總覺得, 男作團就好像一個, 以前的男校, 那種男校的感覺, 可能有些只是男士, 男校對OM6, 就是SWARM 7收女生的 那不是監竅 你是堅持著的 我想不要怎樣也好 這是要考慮的 不過今天我覺得有幾個很開心 就是告訴大家 年紀大不是等於沒用 年紀大仍然可以發揮 還有下一場 人生的另外一場 人生馬蟲走第二場 是因為可以做到的 跑完一個馬蟲再跑另一個馬蟲 都是要繼續跑下去 今天很開心 請到兩位信耀藍著的經理和團友 跟我們分享 我希望接下來你們會繼續發揮光大 令到整個世界都會跟你們走這條路 謝謝